人形偶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 简锐珍年轻时就接触了日本及中国的人形偶艺术 直到十多年前开始研创用玻璃纤维为素材制作艺上人形偶 她擅长历史人物创作 以不同时代的人物反映不同的历史文化及人文形象 更充分展现首作艺术之美 这边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我们中国历史上面的故事的人物为主 因为这个比较有故事性 比较容易让观赏的人跟她比较有互动的感觉 简锐珍说创作过程较困难的部分 是搜集人物相关图片才能画下样稿 此外造型则以布、金属、玉石及树枝土等作为服饰及配件的材料 许多素材并不好找 所以创作一尊人物平均需花费三个月的时间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很多素材很不容易找到 就是像衣服或者是一些配件 就是常常有时候走到哪里脑袋都在想说 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这个配件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在开始要设计这个人物的时候 然后要收集很多的图片 然后因为常常有一些人会给我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时候也会让我有点困扰这样子 一般人形偶动作较单调 但简锐珍为人形偶创作很多姿态 使人物更生动 而为了精进自己艺术创作能力 她目前就读高雄师范大学文化创意设计研究所 希望拓展学习领域 让这项人形偶手工艺 未来也能朝向精致工艺发展 成为现代文创的一环 评论新闻张如荫唐新贵采访报道